多謝各位,我相信很多同學,各位嘉賓 很高興在這裡參與 和Project Weekend的學校啟動計劃 合辦這個Steam Steam的啟動儀式 實際上來說 剛才崔教授應該說了很多很多事情 實際上我也不需要怎樣說其他 不過,我有幾個字想跟大家分享 幾個字而已 那幾個字是什麼呢? 第一,今天我們講Project Weekend 大家很清楚 為什麼?We can 我可以 我一定做得到 所以我告訴你 你一定做得到 剛才崔教授講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相信你們一定做得到 其他人做得到,so you can We can 這個字是最重要的 年輕人一定We can 同樣和另外一個字 就是Impossible 一講出來就是Impossible 但是Impossible 你一把它串出來的時間是什麼 怎麼串呢? 講一講給我聽 I am possible so we can and I am possible 我們要創科的 我家公司 你們可以隨便上網看一看 我家公司叫做創科 Techtronic Industries 創科 所以我們一開始公司的時間 也都已經以創新科技 來想出來的 一直不斷 都是以創新科技的主題 來帶動公司 到今天呢 也都算 在這一方面來講 算我們的行業裡面都算不錯 不錯不行 原來呢 我們內地很多更多創新科技的公司 走得更快更快 我們不錯之中 我們看到他們是走得更快 你們看得到的了 昨天早幾天又有一個 電玩的公司 昨天又講上市 原來這麼多 那個multiple也很大 力到很多公司 這些全面性 都是由創新帶動 創科來帶動 整體的實體經濟 希望大家在這一方面 要真真正正在創科方面來落力 而且很多時候我們說 我們香港好像 人家比我們走得更快 這樣 有你們這班人在 我告訴你 這班年輕人在 創科一定會成功 還有呢 剛才我們講了很多 STEM這些 我告訴你 STEM在我們的年代 我讀書不多 我讀到科科 就離開了學校 因為生活的環境 出來工作 但是我覺得 我在中學所學的 因為我有STEM在 那時候我不懂什麼叫STEM 但是我有science 有physics chemistry 所以有mathematics 這些已經在了 我們沒有特別去講STEM 但是 那時候我們已經 每天在讀這些課程 而這個課程 雖然 我在我的年代裡面 我沒有讀完書 已經出來工作 我覺得這些很實用 很實用 在我整體的工作 到今天來講 這些是絕對實用 所以我希望大家 在這一方面 一定要投入 在創新科技來講 不要說了 就算你將來 我做金融 我做會計 告訴你 都是科技 我們在講Fintech 是不是 今時今日 所以所有的事情 都是由科技 和創新 每天創新一點點 就自然 你會變成一個新的 一個產品出來 這個 創科一定要記住 記住 還有一點 接下來是什麼 聽不聽到 今天那個是 Academy for Bright Future Young and Junior 因為你有創科的思維 之後是怎樣 有 Bright Future 是不是 今天所有 為你們 希望你們 不斷在中學 小學裡面 一起這樣 在創新科技 讓你們 帶出你們的思維 之後 你們一定有 一個 Bright Future 好嗎 記住 創新科技 會帶動你們 創造你們 未來的 明天 一個更好的 將來 未來 我在這裡 不阻礙大家 這麼多時間了 我在這裡 恭祝大家 在這次這個project裡面 有獲得成功 有成果的一個project 好嗎 多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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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